若市上都会是一个突破,一个创举 但是能够成就出这个创举,是事出偶然 我研究中药是很偶然的事件 台湾长大,六七年远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 修读植物学的孙世光 先后施成两位诺贝尔长得主 一直受西方严谨科学训练的孙世光 他说对理论相对虚犯的中医和中药 未曾想过要涉猎其中 直到他母亲还想